- 感谢以下粉丝的点赞和赞赏,非常感谢!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局美能一块地 这一局小块地是没有矿的,对吧? 我们又随机到中间这个位置 中间这个位置只有一个油田相当相当的穷 想抢人家的油田也不太好抢 而且这个是没有矿的 然后我们开局先把自己家里的油田给它占了 看那个上面,上面小绿,让那个紫色起的摩擦,对吧? 我们放个地宝,不要淡蓝色抢我的油田 等一下看看能不能把淡蓝色的油田给它抢过来 先把它的兵营干掉,对吧?干掉兵营,它就招不了漏人了 然后下面的陈猫猫把旁边的邻居带走了 你看旁边也有一个香饱饱的油田没能占领,对吧? 但是它出一条狗,好像它要占领了 我们先出一个重攻先 看这边,这边红色来偷紫色基地了 紫色不收基地,基地差一点摸走的 然后红色有可能想偷我,对吧?我们手里掐个地宝啊 然后红色把紫色基地投了,它还想反投又收起来了,看到没有? 所以说这个没有矿的小块地啊,最好不要延伸到别人家里去啊 延伸到别人家里去,就算占到了油田也非常穷,对吧?因为造太多地宝了 然后我们拐过来把这个香饱饱油田给它拿了 拿了以后我们就有两个油田了 然后这个有个地宝,对吧?小绿就剩一个地宝了,它舍不得投降 趕快把这个地宝先给它打掉,这样小绿就没了 我们拿了两个油田,这两个油田肯定不够,对吧?因为太穷了 我们准备再造一个漏人,再去抢个油田来 再出个防空车啊,这个防空车刚才残血 再造一个防空车修理一下 造个防空,修理一下这个防空啊 然后我们再把下面的油田给它抢过来,对吧?下面还有一个油田啊 把矿场卖掉,这个矿场留的没啥用 然后我们准备偷这个油田,但是它那里有一条狗,对吧? 有一条狗,我们先把它这个狗给它压掉,用牛车过去压 然后陈王色跟这个小红起的磨叉,看到没有?陈王色在打小红 这个紫色被小红带走了,然后我们先把这个狗压掉 这个紫色卡住了,你看,它要把线了,对吧? 然后压掉这个狗,这个陈王色要过来,对吧? 过来我们用牛车扛伤害啊,然后它去打小红了,你看到没有? 趁它去打小红,因为它们两个人结了仇啊 趁它去打小红,趕快把这个油田摸过来 这样的话呢,我就有三个油田了 但是这样的话呢,我同时招惹了几个人 我招惹了陈王色,对吧? 而且那个丹蓝色也比较记恨我 丹蓝色开局呢,我用地宝打掉了它的兵营啊 它也很记恨我,对吧? 然后你看陈王色想反投回去,坦克迷路了,点死一个 然后这边甩个地宝,对吧? 搬手修一下地宝,坦克直接过来,不能让它站回去啊 因为这个没有矿的小块地,油田相当重要 躲到地宝后面格挡,你看格挡下它就打不赢了,对吧? 打不赢了以后呢,我的坦克也损失了惨重啊 也死了好几个 然后那个丹蓝色有可能想搞偷袭,看到没有? 丹蓝色看到我的坦克不多,它就走下来打我的油田了 它打我的油田呢,我就直接往你家里冲 往你家里冲,把它吸引回来,对吧? 只要时间耗得越久啊,我们三个油田就会发挥作用了 然后上面的小黄,你看 上面的小黄又对我这个油田有想法了,你看到没有? 这边又在打我的油田,广快先把淡蓝色守住 上面那个油田呢,就干脆不要守了 让那个黄色占领,对吧? 如果强行守的话,不太好整了 你看,橙黄色,橙黄色又造了一个漏人,又想占我的油田 可以小心一点 这个橙黄色呢,它得罪了红色,它没有把红色带走 它老惦记我的油田,你看上面又来的,对吧? 放个地宝,打死漏人 然后小黄,你看,小黄又过来,我就把地宝卖掉 它只要出个漏人,我们就造个地宝啊 这样的话,它比较穷,对吧? 我三个油田,这样耗,耗的时间越长,这三个油田给我摇钱 你看,橙黄色又想占我的油田,坦克保护一下 然后这个小黄呢,现在学聪明了 它用坦克,它用坦克保护这个漏人 我就不好放地宝了,对吧? 那个油田就给它,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谁进攻谁吃亏啊 我一冲过去,它就甩地宝 然后橙黄色又想来战,对吧? 这下黄色有两个油田了 黄色现在发展的比较好啊 这样耗下去不行,我受不了了,对吧? 受不了了,我准备先把弹蓝色带走 因为下面的橙黄色被红色牵制了 然后橙黄色又来打我 你看,小黄也来打我,对吧? 所以广快飞防 你看,这个橙黄色,你看 你没有把红色带走,你还来招惹我 这个红色牵制了他啊 然后小黄又来了 小黄又来了 我们广快甩个地宝 甩个地宝,修下兵面 然后点掉小黄的坦克 你看,你这样强行重过来 谁进攻谁吃亏,对吧? 小黄就剩一个坦克了 然后橙黄色又把我这个油田给占回去了,对吧? 占回去了以后呢,我们再把他误回原主 再把这个油田给他占回来 然后橙黄色受不了了,要冲过来 冲过来,不要黄仙退在家里 然后小红又在打他,你看到没有? 因为这个橙黄色打小红呢,没有打下来 没有打下来,他老惦记我的油田 你看,你同时招了两个人 这就不用慌了 因为那个小红已经跟他结怨了 现在我们就得小心这个蛋蛋色 黄色的话呢,先把他幅裂不尽 黄色只有一个残血坦克,他没有钱造了 然后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 别等一下下面两个人结束战斗了 我这里还没有打完,我们就危险了 所以说得加快节奏 我们准备先把淡蓝色带走 然后没有钱了,对吧? 没有钱卖掉基地 因为留的基地没啥用 什么都照不出来 卖掉基地呢,我就可以多造两三个坦克 就可以把这个淡蓝色给他拿下来啊 然后把这个坦克修一下 修一下以后直接一杆子捅进来 他放了两个地宝,对吧? 放了两个地宝,我直接点你的坦克 你舍不得卖基地 你看,我卖基地,他不卖基地 他就少两个坦克,他就守不住了 然后直接点掉他的坦克 先退回来,退回来 把这个残血坦克修一下,对吧? 然后继续冲进来打掉地宝 趁他不注意了,看看能不能把他基地偷过来啊 他舍不得卖基地,对吧? 然后点掉他的坦克,直接放漏人 偷基地,天亮了 天亮了以后,这边想来偷我的重工,对吧? 广快坦克飞防 小红派了个一星坦克过来,你看 小红想练个三星啊 但是他也偷不到我,我回来了 然后陈王社受不了了,你看 受不了了,直接投降 所以说这个陈王社呢 打这个小块地得罪了对手 就要广快把对手带走,对吧? 你先得把小红带走 你才能抢我的油田 你老惦记我的油田 小红你都跟他结怨了 然后这个时候,陈王社没了 打成一个三国局面 打成一个三国局面 我们还是两个油田 这两个油田还是比较穷 现在得小心那个红色 红色对我的威胁比较大 然后这边又来裸奔基地,对吧? 裸奔怎么过得来 你不坐车子怎么偷不到 然后再把这个基地拖到中间来 不要放到上面啊 放到上面的话 我们战线太长了 先把它拖到中间 拖到中间打开 等一下这个基地呢 也可以把它卖掉啊 然后我们设个路线 再把黄色的那个油田呢 给他物归原主,对吧? 他这里只有一个地堡啊 我们直接冲过来 把这个地堡干掉 干掉地堡以后 给这个油田刷个切 给他物归原主 我们又三个了 三个以后呢 他们看到我油田多 估计两个人要联手了 你看小红要联手了,对吧? 然后先打掉小黄的坦克 我这个坦克有三星的 有三星的不怕打 而且我的坦克比他数量还多一个 然后你看 小红受不了了 想去打我的油田 他看到我油田多呀 耗不起 等他冲过来的时候 直接甩个地毛 甩个地毛 然后掐住他的头,对吧? 掐住他的头 点掉他的坦克 我有两个三星 死掉了一个 还有一个三星 他坦克就死光了 他直接收不了投降 对吧? 投降以后就剩一个小黄 这个小黄肯定守不住 对吧? 你冲出来我就点死你的坦克 先不着急往里面冲 因为我的坦克比较多 但是都是残血的 不要着急冲进去 这个残血的一炮就死掉了 我们赶快造一个漏人 造一个漏人 把这个坦克修理一下 修理一下就可以冲进去了 我们是盟军的话 如果把基地卖掉 不用担心他在水里面出船长 因为我们可以造直升飞机 对吧? 推一万不讲 只要他的坦克死光了 我可以造一万个直升飞机 他一样守不住 而且这个时候呢 造坦克都没有钱 哪里有钱去造船长 等一下这个基地可以卖掉 但是我感觉他守不住了 我这个坦克有三星的比他多 然后用这个防空再吸收下子弹 对吧? 然后点掉地宝 再点掉他的坦克 点掉坦克以后 你看就没了 没了以后打掉重工 再把他的基地给他摸过来 摸过来就有两个基地了 再卖掉一个 他直接收不了投降